大家好,我是九指玩魔阿姆維 这次要介绍的是麦法兰DC Multiverse Batman 大笑蝙蝠 与神力女超人1984黄金装甲 麦法兰这系列一直让我很惊讶的地方就是 不管是期待的还是不期待的 拿在手上都会有让人惊讶的点 大笑蝙蝠不用说超超超人气角色 老麦也做出了能衬托出该角色气质的一个品质 黄金圣衣神力女超人本来是我为了凑运费加减买的 但把玩的过程当中也有着意外的爽点 只能说麦法兰这样不计成本的做生意的确是很威武 先介绍内容物,包含本体一只 竹武装的镰刀跟菜刀一把 按惯例封在盒子里面的卡片跟底座 然后买其这系列的业役蝙蝠女再加上大笑蝙蝠 就可以凑成一只BAF的车子 不过车子就这么大台 所以说只是一个小小的装饰品 而没有办法让角色坐在里面 身为能资深把平行宇宙毁灭殆尽的可怕存在 大笑蝙蝠这种反传统的人物设定 永远是观众觉得最一鸣惊人的 这篇近代的外传也是很好入门的作品 但是由这个外传所衍生出的大事件 看完之后跌入更大的坑可别怪我 整只黑色更凸显出星红大嘴的耳烂感 体态跟造型存在感都很强烈 加上身高足够修长 完全就是属于帅到众叛清零的状态 唯一缺点就是这只的脖子坐得太缩近身体 显得气势没有达到最高峰 但是可以透过简单的改造 来解决这个问题 等一下呢我们会说明 先不管脖子太缩的问题 这颗头雕表现是真的很猛 完全把角色标志性的 纠壳裂嘴与黄板牙涂装给忠实呈现 而且这只呢不用做眼睛 所以完全不用care神韵的问题 所以怎么做都怎么算 身上的服装是风衣加上精神病患装的一个合体设计 整个庞克式的皮肩都设计成 类似蝙蝠展翅的一个形象 白手套其实也是很抢眼的点 摆起动作来呢可诡异可俏皮 皮裤加上长靴的庞克造型也超帅 破烂下摆的飘逸感也有呈现到位 老麦的科工原本就是他们的强项 所以除了涂装因为经费的关系 可能不到位之外 其他基本都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点 武器虽然说是不够炫炮啦 但旧化涂装搭上风子的形象 整个诡异胸斜的感觉都足够令人印象深刻 接下来我们进入延长脖子的作业流程 那它这个脖子是一个双球关 而且装得很紧 所以你要拆脖子的关节的时候 建议先用吹风机把它吹热 拆好之后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要找一个就是 比这个双球关还长的零件 又同时能衔接身体与头的一个替代方案 那各品本事 那我这边的做法是我拿了一颗大颗的转轮球来改 改法也很简单 拿手钻在零件上钻个洞 头上也同样钻个洞 但是要小心不要钻出它的天灵盖 再来就组装 之后再组装回身体 延长之后整只的气势都会成倍数上升 而且脖子多一节可动 也会让摆动作时更增添邪态 所以我个人是建议大家都可以试着改一下 绝对能让这只的爽度加倍 神力与超人物包含本体 卡片 这只还不错 它是有附一整组浮空支架的 但是就是什么武器都没有 电影跟黑寡妇一样 都是一言再言 相关商品卖了 却不知道剧中的表现如何 所以在角色诠释方面很难做足够的说明 而且因为没有剧中表现的加持 这只单看外盒或商品图 其实很难让人有购买的欲望 但实际拿在手上呢 足够大的分量 足够亮的金色 足够大的翅膀 足够大的胸部 哪怕是那看起来像缺点的孕妇突肚 我其实都觉得还蛮有韵味的 加上蛮漂亮的脸蛋 不错的可动 除了屁股的形状比较不合理外 整支是属于虽然不像电影中的盖尔加多 但有其独特风味的商品 脸部呢就是属于我之前提到的 像不像是一回事啦 但做得漂亮才是重点 所以虽然只有某个角度看起来像盖尔加多 但脸漂亮就已经是及格了 招牌的卷长发被头盔给封住了 但也省掉了头发雕刻不好看的情况 扣除掉跟盖尔加多完全不像的身材 这个身体其实做得还蛮骚的 胸部虽然是装甲 但意外的形状跟份量都不错 腹部装甲有一点像是包尿布的感觉 这点应该是大家觉得最扣分的点 虽然说是全腹式装甲 但是整个引手环都被保留了下来 整个颗线细节也都有到位 脚基本上是做得太长也太细了 所以才会衍生出往上延伸到腹部 然后整个体型会偏突兀的一个状态 但是用这对大长腿摆出踢炎动作的时候 其实爽度是还蛮够的 屁股的部分虽然是有做出基本的型没有错 但是碍于它这一个尿布装甲的一个设计 所以整个形象就变得很尴尬 所以整个形象就变得很尴尬 翅膀是整主做死的 除了基座之外是没有其他可动结构的 但份量够大形状也还不错 整个存在感算是足够高 整对翅膀虽然很大 但是结构意外的还蛮轻的 所以不会重到给身体造成负担 它本身的这个关节的松紧度呢 也强到可以撑起它整个翅膀 所以也不会有那种翅膀没办法承受地吸引力而下垂的状态 比较的部分 大笑蝙蝠虽然是九头身看起来会特别高 但实际上还是维持着整系列的一个七寸高的身高 但神力女超人真的就是做的特别大 大到甚至能当成单独商品线来看的一个地步 接下来进入大笑蝙蝠的可动介绍 肩膀上台 哦这是肩膀上台这么好 手背二重关节 上腕平面回旋 手肘 内转轮 手背上台呢肯定是会被这个砍尖给挡到的 所以你只能朝外围移动 来达到一个手背上台的作用 肩膀仍然有球关 所以可以做到大笑蝙蝠也能力阵站好的一个手背收纳 那当然那个球关对于手背前台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的 正常脖子的可动 前 后 扭头 转头 其实它脖子可动还蛮猎奇的 但是就是太缩了 所以整个形象不好看 腹部的话是只有这一个关节 所以 前 后 腹部的可动其实并没有表现得很好 但是 弯腰是OK的 这只可动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宽关节因为它的这个裤子造型的关系所以被设计的很卡 所以尽管有大腿平面回旋但是效力并不大 大腿上台 是还OK因为整个结构都是软的所以可动还可以 再来膝盖二重关节 但是正常情况它的这一个膝盖弯起来之后它整个大腿的角度是有点偏内的 但是实际上它的大腿平面回旋又没有办法再足够让它往外扳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一支它的宽关节的可动比较不好的原因 因为它的整个宽关节有点过于局限 脚踝倒是不错 一大颗内转轮就直接露在外面 所以你爱怎么扭就怎么扭 脚掌又一节可动 大腿外开跟接地 它这个鞋子虽然看起来好像凹凸不平 但实际上呢 用在站立上还蛮稳的 不错 而且因为整条腿它的一个长度比例没有失衡 所以说它的一个高贵姿的结构算是很漂亮 接下来进入神力女超人的可动 它的这个肩胛是连着上半身装甲 是独立的 所以肩膀上台 上腕平面回旋 手肘 二重关节 手腕 内转轮 在它的肩膀的这个球关的幅度就很大 再加上它这个手背设计的足够长 所以两个零件全部用在一起的情况之下 哪怕是有这么大的胸部 这一支神力女超人它都可以做到 类似剧中开大时候的一个双手交叉 虽然不是标准的银手甲护状 但是以这个价格能设计成这样的可动性 我觉得应该是很足够的 头部因为没有头发的关系 所以可动上的结构会变得更自由一点 腹部就是横隔膜这个关节 所以前后 然后旋转扭腰 这个下盘就会比较看出老麦的一个缺陷 就是它的整个结构全部都是同一套可动关节去套 所以它并没有为了女性角色而设计它的一个下盘的关节 所以就会产生这个角色呢 它虽然说是女生虽然说是女战士 但是它其实没有办法做到很漂亮的一个内巴动作 它几乎都是大腿外开的一个状态 如果你想要摆一些 让这个角色摆一些那种性感姿势的话 这个关节就完全不合理 OK 所以大腿上抬 膝盖 二重关节 它膝盖二重关节的可动性比较小 只有一个近90度 同样在大腿上抬的情况之下 它的这一个大腿平面回旋的关节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也就是说 它的整个腿张开之后 其实也是很没有美感的 也没有办法并拢坐着之类的 是很没有美感的一个可动关节 脚踝就比较没有问题了 就是一个内转轮 所以可以自行去扭动它的接地 再加上脚掌可动 大腿外开跟接地 那它这一个脚因为是高跟鞋的关系 所以它的一个接地关节设计的就比较 没有这么自然 高跪姿的表现呢 中规中矩 翅膀是用一个内转轮连接背部 所以说它可以前后三动跟上下翻动 再加上一定程度的一个角度微调 大概是这样的结构 基本上大肖蝙蝠虽然还会有另一个长翅膀的版本 但这支经典造型我觉得是必买 要斜 要帅 要虐人 要被揍 都有其搭配上的独到风味 至于黄金圣衣 Wonder Woman 老实说这装甲就算给其他厂商做 成品大概也不会好到多升起 但价格肯定是逆天高 Muffex最起码是2800起跳 然后SHF如果挂上魂商店 那个价格不敢想象 所以这支不到台币600块的大胸大机支 我觉得也是可以一时一时捧场一下的 至于正常造型的Wonder Woman 我个人是不看好 那有买的同好觉得不错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个心得让我参考 以上就是本次麦法兰DC Multiverse 大笑蝙蝠与神力女超人1984黄金装甲的介绍 详细的图文说明请点击下方的图文网址 那喜欢阿姆维的文章 请记得订阅阿姆维短剧 阿姆维短剧 我们下一篇文章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